今天的福音,耶穌建造作為對門徒的復价提供 接納幾種人,他們會得到他們的賞福 今天我想集中在這兩個耶穌所講的提供會別 一個是門復的代價,一個是接受不同的人所得到的賞福 都有我們時代的意義在這裏 一開始,耶穌就講門復的代價 講的時候很震撼一下,因為好像跟平時他所講的 好像很出入,他說誰愛父母,不過愛我 不配做我的母親,這個愛兒女,不過愛我 不配做我的母親 那不是愛天主,愛耶穌基督和愛父母,愛子女有衝突 平時耶穌都不是這樣講的 耶穌平時會說,全部舊約的法律和先知 都總會在愛天主萬有之上,愛人幾乎 這兩種間的法律 所以愛天主和愛人是沒有衝突的,一般情況下 不過耶穌這裏講門復的代價,特殊的環境 耶穌平時會說,愛父母和愛天主之間 兩個選一個,你要選誰呢? 耶穌是針對一個這樣的環境去說 所以在這個時候,耶穌會說 誰愛父母,多個愛我,在一個這樣的環境下 不選擇愛的話,這些不配做我的母親 誰愛子女,多個愛我,不配做我的母親 所以在一個特殊的環境下,才講這些這樣的說話 有人最近看完昨天的部戲,有很多好多的討論 有時都問我,阿神,你怎麼看? 部戲所講的所發生的事 今天福音給你一個答案,不用再說了 今天福音的答案是怎樣?耶穌是這樣說的 如果你選擇父母、子女或者其他的人 而不是選擇我,不配做我的不同 聖經的確是這樣說的 不過,講完這些之後呢 我就會說,對錯是很清楚的 耶穌這樣說的 但是呢,做這些事情的人 他的好運呢,我就樂給天主了 我就不會判斷了 因為只有天主知道他們的惡心是怎樣 我不判斷這些人 我只是,如果你問這件事 耶穌很清楚說的 應該將天主放在手裡 不可以將其他的東西取代天主 不可以 你要相信,天主自回自回 你相信他 幫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欣賞你自己 天主也會為你 照顧你的父母、子女 你相信他 所以這個是說 作為門徒 要有國人家 今天,很可能我們不是生活在教難當中 有些人會做其他 不過,如果不在這個環境 我們都會有其他生日上的十個時間 所以,都要我們記住 作為耶穌這個人頭 是要奔赴他 當時間 要當教 然後,耶穌就講 接納和想報的問題 我去找聖經的時候 我發現 本來有四個人 本來有三個 不知道怎麼解釋 耶穌在聖經裡面就講 有四種人 首先是接納門徒 作為耶穌基督的門徒 我可以說 代表著一些價值 如果你接受這個門徒 你也接受到這些價值的時候 那你也得到 好像一個門徒的想報一樣 比方 剛才剛剛講的 門徒是要背 不會生活上的總總的十時間 無願意的 假定一個非基督徒 都願意背負生活上 總總的十時間 無願意 不予天不入入的話 他會得到那個門徒的想報 所以今天 凡月之後的教會 是很願意接受 非基督徒在天國那裡 如果給你的生日 活出這些基督徒的價值 我們相信 時必的主 要收納他們 我們真是 打開天國的門 歡迎他們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節物 一個先知 先知可以說 天主的代言也 他講出 天主的意思也是 今天我們講先知的時候 我就會聯想到 我們教會的領導人 教會的領導人所說的話 是按照福音的意思去表達 對方我們的教會領導人 我們的教長 多次提到 呼籲和平 不要打仗 這個很清楚的 這個 他真是一個先知的角色 告訴你們 要愛好和平 不要打仗 解決問題 亦都要求我們 呼籲我們 珍惜生命 生命的價值 生命來自 天主的人 不可以處置生命 人的生命 所以要我們愛惜生命 不要用死亡去解決問題 這個是針對著我們現時 社會上的那種死亡的辦法 是用死亡去解決你生命上的種種的困難 無論這些困難是什麼 死亡就沒什麼 這個是不對的 生命是天主的 人不可以這樣處置生命 當我們愛惜生命的時候 做一個先知的角色 我們的領導人 都呼籲我們 愛護我們的大地 呼籲環保 這個是天主給我們美麗的大地 有一份責任 去好好照顧 這個今日現代的信息 這個是先知的角色 很清楚 要求我們 愛護我們生命的大地 環路就是 最近我們的領導人 呼籲 愛護我們的家庭 今天的文化很多時候 破壞了我們的家庭的價值 所以 作為基督佛 要堅持 家庭的價值 這些都是先知的角色 當我接納這些東西的時候 雖然你不是先知 但是你會得到先知的想報 好像先知一樣 你會得到你想報 耶穌得到你 本來還有一種人 會說 接納義人 怎樣解釋 接納義人呢 義人 你可以說 是 恩信成義的那個義 這個信賴耶穌基督的人 或者說 我是指一些 履行正義的人 都可以 如果你佔納這種價值的話 你會得到一個義人的想報 我們今天的社會 有很多非基督徒 是很爭取 或者很維護公義的價值 其實要求你正義 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 他們會得到好像一個義人的想報一樣 第四種就是為了 這些小子中的一位 這些是指什麼的 指一些 卑靡的人 很可能他什麼都沒有 遇到你的人 你問他們 接納他們的時候 少得好像 被他們一般涼水 那麼少的人 耶穌說 你都會得到你的選項 這裡所說的 這些卑靡的人 你做的時候 可能都會想到 為了耶穌的工作 所以我聯想到 聖經上面另外一個領域 就是 封審判的領域 封審判就比喻 很多時候 你們只會注意到 可怕的一面 佛那些地方地獄 其實很多很積極的一面 你會不會注意 我會很近距 積極的一面 就是說 當我們在生活當中 幫助一些弱小者 這個比喻裡面說 機殼的人 作客的人 赤身老體的人 患病的人 普通的 我們周圍大法 坐牢的人 失去自由的人 當我們關顧這些人 的時候 雖然我們想都不想到 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 就很清楚說 你是 喻吶著我 你是為我做的 所以你要得到一個 一定要得到你的賞福 這個是很清楚的 這個 耶穌基督 我會講 第四種 就是 耶穌基督 喻吶這些人 不是勉強地 容忍他們的存在 而是喻吶 歡迎 一個歡迎文化 特別 我們今天教宗很喜歡說 喻吶一些弱小者 在我們當中 這些第四種人 當然 世界各地都產生了很多爭議 這些辭難 爛難 很多國家的人都很抗亂 覺得這些人進來 用了我們的資源 搶著我們的福利 很多很多理由 要將這些人趕走 但是 耶穌就是 聖經裡面 這些是辱小者 當我們幫助他們的時候 你們一定會得到 你們的想報 可能我們不是為想報 去做這些東西 但是 耶穌很清楚 告訴他們 天主會記得 你們所做的 或這些弱小者 所做的一筆 我自己反省 因為我很喜歡第四 反省的時候 我們可以想 我們香港有今天 你要多得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用進來的那幫人 這些新人 當時的新人 他們在中間 他們的好處 現在我要看到 我們香港今天就是 這些人出現在 我反省自己 我都受到這些人很大的影響 因為當時 教我的那些老師 這些活體新人 我想起我 在澳門讀書的時候 那時候 教會學校 大部分的老師 都是新人 我記得他們 我們那時候 畫不起來 因為新人的口音很正 都是廣東話 他們說得很正 他們在後面笑這些老師 笑他們 給我反省的 這些嘔鬆 他們都要人家 教得來 其實孩子是這樣的 但是其實 心裏面很敬重的人 因為他們教得好 我就覺得 其實影響我們最多的 往往是小學校和中學校老師 就不會大問題 真是小學校和中學校老師 影響很大 他們一句一句 所講的東西 是真的入怒的 我記得當時的中英數學老師 都是一些新人 非常之好的老師 特別的那些中文老師 好得不得 當時我們不是為老師 甚麼都會學 喜歡中文 就是因為老師說得好 是說得很好聽 令到你自己會拿著一本書 跟著他去讀 我記得小時候很喜歡唸 那些很長的詩 因為老師上課 不斷唸 不看書 你覺得很厲害 那你就自然去 不如去那些報書 來看看 為甚麼他變得這麼爽 很少的東西 令你很像 很像 或者一些我就很記得他 令到他 真的受用不盡 他就說 你要中文好 最重要的是 寫手好 一首靈字就可以了 你寫手靈字 你的中文不會壞 但在哪一個人可以 我常常對今天的 學生制講 很怕中文還不說 你寫手靈字就可以了 老師 一看你的手字靈字 你高分力了 他相信 中文老師是不會說的 因為你行死手靈字 表示你預防很多心 因為死手靈字 要花很多心機 你花很多心機 哪是會不好的 中文一定是不會 用甚麼害怕的 這個就是 受用不盡的 就是這些老師教我們 所以這些生意 就是受到我們 很多今天的課 我也想起 美國 我可以說是世界最強的國家 你反省一下 為什麼它這麼強 除了地界密閣之外 就是整班生意願 美國是 設立了不同種族的人 在他們的國家 在這班生意願 在美國的生意 雖然不要經常看到他們 搶蛋餅 搶福利 這些東西 你又想想 我想看到 美國的教會很特別 當歐洲教會沒落的時候 美國教會沒有錯 早期美國教會 得到一班 愛爾蘭 愛爾蘭 愛爾蘭的移民 參與教會 很多是一些神職人 來自愛爾蘭 來自愛爾蘭 今天的美國教會 來自甚麼 來自外國 來自外國 來自越南 來自韓國 中國也有 來自印度 來自南美 來自波羅 沒有這些人 美國七千萬教 有哪些人會去 為他們服務 這個 這個 美國裏面最大的一個宗教 他靠這些人 撐點這個教會 亦都反昇我們現在香港的情況 在我們身邊多了很多 講普通話的教友 你覺得我們成功都有 舞蹈班裏面有多了這些人 我們願意歡迎他們 你看看我們香港的神父 修女 已經發覺很多其他種族的人在佈教 包括外國的神父 很多個我們中國籍的神父 應該是吧 越南籍的 韓國籍的 或者粗普通話噢音的神父 我們成功都有 你發覺這是一個整個的趨勢 沒有他們的教會不會很變 所以愛來的人 遇見我們一種 涉立歡迎的物法 今天聖經是很重要的 很想講出這一點 因為我們中間一個最小的一個禁 你會得到 你應該有的想法 不要只能看到一些物質方面 還有很多方面 你應該對這些人有的折惑的態度 這種折惑的態度 來自聖經 來自耶穌基督的話 是祂說 你什麼時候會 這些小子中的一個 這些人 很可能 將來對你什麼意見都沒有 你就是為我做的 這是耶穌基督的話 不如我們還記得 耶穌基督的話 願意一種 歡迎折惑的心眼 因為我們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也要看耶穌基督的 一夫及子及聖神之名 謝謝